桃园石门水库经历埃利台风侵袭 大量土石漂流木流入水库内 导致净水口阻塞 造成严重供水问题 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经过多年来诊治 彻底解决过去原水混浊供水短缺的困扰 更有效规划利用绕库排沙计划 北区水资源局长赖伯勋说 他要让石门水库长命百岁 让水库的使用年限得以永续重生 也将结合环保、太阳等建设 打造绿色石门水库新园区 讲到石门水库就会谈到水库预计的问题 也会谈到水库的一个寿命的问题 其实当初水库的一个规划 当时的一个规划 一年预计量大概80万 当然最近这几年 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水库预计的一个清理工作 也做了很多的水利排沙的一个工作 那后续我们还要持续再增加 它的一个水库的淤泥一个排名量 那所以我们在长久这个部分 为了水库永续 除了现有的这个水库设施 我们也做了水利排沙的一个改善以外 那么我们也针对就是永久这个部分 在中游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库的防御隧道 那防御隧道呢 希望今年这个能够定案 后续能够继续来执行 那帮水库能够使水库能够永续能够再利用 那这样的话我们水库的这个容量就不会再减少 那供水量就能够去维持 太阳能传 就是无噪音 那无污染的一个船 那希望呢 我们整个水域呢 会变成很干净 那整个石门水库呢 就是它一个特色 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园区 的一个园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